事情是發生在1995年的夏天 有三名登山社的藍大森 相約到青木園冒險三天 而且還計畫說 不走開拓好 一般人會走的普通道路 要在森林裡探險 在他們出發前 藍大森將這個冒險計畫 講給住在附近和口湖的朋友 並且交代說 如果第四天沒走出來的話 就直接報警 請警察進來樹海找我們 之後他們就不管當地人的勸告跟建議 進入到樹海的深處 也許是走錯路了 在第四天時 朋友沒見到他們走出樹海 於是就趕緊打電話報警 警方在接獲通報後 很快就組織好搜救隊 進入樹海尋找 在警方搜救的第二天 找到其中一位失蹤者 只是他不是躺在地上等待救援 當搜救隊發現時 他全身脫光光的 抱著一棵大樹 那畫面看起來十分詭異 而且當搜救隊走近一看 他還不斷地擺動屁股 這詭異行為讓他們意識到 他是在做那個 之後搜救隊試著跟他說話 但他始終沒回應 兩眼空洞 嘴巴還流著口水 一直抱著那棵大樹 擺動下半身 直到後來搜救隊拍了他肩膀 他才先醒過來 根據他醒來後所說 他遇到一位長髮美女 這三天他都跟那位美女在一起 這也就是說 當搜救隊找到他時 他正跟那位美女 在經過一段時間後 搜救隊又找到了另一位失蹤男大神 不同的是被發現時 他睡在甘草堆上面 根據男大神所言 這幾天他很有可能 都在跟一位長髮美女睡覺 後來找了很久 終於找到最後一名失蹤者 但他一段氣沒了呼吸 被發現時 他掉在一棵大樹上 沒有人知道 他是否也遇到長髮美女 詭異的是 被找到的兩名男大神 在回大學上課後沒多久 精神就開始出問題 一直不斷的跑醫院 聽說他們從樹海回來後 有時會突然冒出一句話 小夏 你是專程跑來找我的嗎 但是他們講話的方向 半個人也沒有 難道他們是在 跟別人看不到的東西說話 根據樹海當地居民所說 有很多人走進樹海之後 出來時 就像變了個人一樣 變得很奇怪 所以沒事 千萬不要偏離主要道路 不然小心 會遇到 你 認為是人的人 每年青木園當地 都會舉辦一次搜索活動 有警察跟消防員 及一些志願者 共同組成搜救隊 進入樹海尋找失蹤人口 而且 這裡還有個習俗 就是會將找到的屍體 放在警察局的空地 然後有人會睡在這些屍體旁 以避免屍體在半夜變成僵屍 而今天要講的事情 就是發生在 加入搜救的志工上 我答應朋友的邀請 親自參與了一次搜索活動 這個活動 感覺很簡單 但其實出動的許多人 連同警察跟消防人員 跟我們這些志願者 一起進入樹海搜索 樹海裡有很多鋪好的步道 如果在夏天時 走在裡面非常的涼爽 但如果走錯路 偏離主要道路 將會面臨許多危機 因為富士山是座火山 覆蓋在火山熔岩上面的土壤 只有幾公分厚度 然後地面上的樹根縱橫交錯 而在層層堆底的落葉下 隱藏了許多大坑洞 如果不小心踩到 就會掉進好幾公尺高的聲洞裡 對不守樹海地形的人來說 可說是危機是否 所以這個搜索活動 都會編制一組小隊 走在前面帶路 然後在標記範圍後進行搜索 而且嚴格來說 並不是尋找整片樹海 為了防止有人在樹海迷路 搜索的人會分成幾個小隊 然後在身上帶著繩子 而繩子另一端 則綁在步道旁的大樹上 大家就這樣帶著繩子一起往前 最後要回去時再沿著繩子走回大樹 當時要搜索時 我要求跟朋友編制在同一組 在我們搜索的途中 看到一個藍色帳篷 走進一看發現 周圍放著雜誌 跟一個男生用的錢包 以及一些吃過的零食包裝袋 不過帳篷裡面沒人 我想這裡在很久以前 曾有人帶過 但沒想到 當我們離開走沒幾步後 就發現地上有去腐爛實體 這極有可能就是帳篷的主人吧 之後我們用對講機 回報完狀況後 就繼續往前走 那天全部的搜救隊伍 一共找到12具屍體 因為太陽漸漸落下 我們停止了搜索活動 開始拉保命繩 慢慢走回大樹 結果在搬路時 突然看見幾公尺圓的地方 站著一個模糊人影 很明顯的看出來 他不是搜救隊的人 那個人不知為何 一直在撥弄我們的保命繩 這行為 讓我跟同舵的朋友 都感覺不太對勁 於是我們就大聲喊叫說 喂 你是誰啊 你在那邊幹嘛 當對方一聽到我們的喊叫聲後 就迅速消失在樹海中 因為太陽快下山了 我們開始有點擔心 所以大家決定 加快腳步走回路口 但是 當我們走到 剛剛那人影站的地方時 卻發現 綁在大樹上的繩子 居然被剪斷了 沒錯 保命的繩子被剪斷了 而且 也找不到繩子 那是讓我們走回主要道路的 遇到這情況 我想 我們可能走不出樹海了 更詭異的是 甚至 不像是被用刀器割斷 比較像是被用手直接扯斷 這讓我們都感到十分驚訝 此時 我們還回想起 剛剛找到的那具腐爛屍體 心想 自己 也許會變成這樣 一想到這 就還能冷靜下來 不過 最後 我們用對講機 聯絡到其他小隊 成功跟他們會合 之後 當我們順利逃出樹海後 小隊中的一名隊員說 遇到的那個人印 應該是樹海的死靈 他表示 那個死靈 是想要找人陪伴 想讓我們留在樹海陪他 所以才會壟斷繩子 聽說 從這件事之後 要進到樹海搜索的隊員 身上 都要帶著三條繩子 而是 在樹海搜索 從這件事 那是 有一個大吉利 那是 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